大家好,我是老韩 这一期咱们讲干货内容 主要就是关注自媒体流量这个话题 把流量的问题给大家汇总的讲一讲 目前对于先手来说 面临的最大的流量问题 其实就是刚开始你发视频的话 没什么流量 给的流量很少很少 这种情况下 只要说流量不是零 你发了视频之后 每天的视频播放量都是零的情况下 这个它肯定属于不正常的情况 一般就是你的账号出问题了 像这种情况 咱们不管这个问题怎么出现的 也不管是什么问题 只需要就是重新来过就可以了 也就是重新注销账号 然后再重新注册 等上几天的时间 然后这个账号重新再做 再去发视频就可以了 那么发的时候 还有一个问题 以前发过的这些视频 一定不能再发了 必须得重新做新的视频 所以不管是什么账号 不管出现什么问题 只要是发过的视频 不要进行二次发布 这个问题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的关键 很多人就是做了视频之后 没有流量就不甘心 那即使重新注册账号之后 还是觉得我要重新再发一遍 千万不要这么做 你发了一次之后 再发的话就是重复内容了 新手账号还好 如果说对于一些 发布时间比较长的 一个月以上的这种账号 发的内容的话 如果你还有点粉丝量基础的话 那很可能会扣分 所以尽量不要做这种事 刚开始的时候 只要有流量存在 即使说这个流量比较低 那也没关系 平台愿意给推荐量 不管这个推荐量 给的多还是少 都不影响 都说明这个账号是正常的 即使推荐量给的特别少 流量只有几十几百 这个都没关系 只能说明就是你的内容不行 它不会给太多的流量 但是平台愿意给流量的情况下 就说明你这个账号 它能正常的进入流量推荐 能够进入流量推荐的情况下 是很少有这种人为的干预的 在账号前期 那基本是不存在的 目前所有的自媒体评论当中 针对正常的流量推荐机制 出现人为干预的 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官方合作的账号 这个主要呢 就是一些这个身份背书 个人资质 后台签约等等 这种涉及到3S级别的一些账号了 像这种情况的 普通人它涉及不到 另外一种就是出爆款的时候 那你的流量起来了 从一个特别小的流量池 跳到比较大的这个流量层次的时候呢 一般会进入人工复审的 只有这两种情况出现人工干预 其他的所有的情况 平台正常推荐机制 去进行流量分发的 不涉及到任何乱七八糟的 各种限制之类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新手账号 如果流量低的话 一般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所做的这个内容 不太吸引人 也就是用户 他不太愿意看 他不太愿意点进去 或者点进去之后呢 就不太愿意看得下去 这个就会导致 你后期流量的增加就比较少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你所做的这个内容 他所处的领域 或者大的这个流量池 是比较小的 他所能够对应上的 这些用户呢 也比较少 那么自然而然的 你能拿到的流量呢 也会非常少 一般来讲 大家流量低的情况啊 都是这两种情况 结合出现的 也就是很多人做的这个内容 一方面 你这个账号刚开始做 平台没有办法判定 他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流量池 也就是给不到 特定的精准的流量 另外就是你做的这个内容 他也没人看 没有垂直的用户喜欢看 不吸引人 所以这个流量呢 自然而然就上不去 那么解决这个 问题比较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呢 一定要找一个大的领域 去做这个内容垂直 内容垂直怎么做啊 咱们之前给大家讲过了 就是针对一些关键词 然后垂直的多做几期内容 这个呢 基本上啊 标签就能给对应的上 然后呢 后期流量增长的又会比较快 只要大家内容做的正常 针对一个关键词垂直 做上几期 前往来讲 做上17视频 那这里边呢 肯定会出现一次爆款 这里的爆款 一般流量呢 也不是说特别高 不会说我平时都是这个几百几千的播放量 突然一下子 我就是百万级别播放量了 基本不会这样 这种爆款呢 也就是几万十几万 这种层次的级别 不会特别多 因为内容垂直的 这个流量增加 主要靠的是什么呢 后期账号权重的积累 而不是说靠这个话题性带来的流量 话题性的一些内容 它的流量爆发呢 是非常高的 但是同时肯定问题也很多 绝大多数人去做的时候 话题性的内容 你把握不准 一般的都是违规的内容 尤其对于新属来说 基本上99%都是违规的 因为平台判定违规的时候 第一个呢 看内容 第二个呢 还看你账号的历史行为 也就是你发布的这个视频啊 历史数据行为 是什么样的 或者换一个词呢 就是你的权重到底高不高 你没有权重的话 很多话题呢 你就不能说 因为只要说了 人工很容易判定是违规 但是对于一些权重高的账号来说 在一些平台当中呢 它确实呢 是有话语权的 就是有一些内容 人家说了之后 平台呢 它也不会判定违规 像这种账号啊 在所有的平台当中 人为层面 肯定它的话语权是比较高的 这个大家做到后期呢 也是一样的待遇 没必要去纠结这些问题 那么对于推荐机制这方面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整体的账号一上来 要进入一个阶段叫冷启动 所谓的冷启动 就是基本上不怎么给你推荐量 这个阶段呢 大家也不会持续多长时间 不同的平台不一样 一般也就是一两个小时 短一点呢 可能也就是几十分钟 主要还是看这个阶段 你的流量起的怎么样 因为有一些账号呢 它有这个粉丝 会点进主一日进行观看 后期呢 也会有这个粉丝 紧跟着日常更新 去看这个视频 那么接下来就是 进入正常的流量推荐 有了正常流量推荐之后 就会慢慢的往下走 平台呢 会给你一般流量 然后根据这个数据反馈 再决定下一波呢 给你多少 只要还有一个人看 他都会再给你流量进行推荐的 所以这个问题 大家呢 不需要担心 那么比较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限流的问题 很多人呢 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大多数新手来说 99.99%的人 基本上呢 没有限流 一个新手账号 从零开始 你想出现限流的情况 真的很难很难 想要做到这样 基本上呢 很困难 只有一种情况 非常容易出现 是什么呢 就是批量做账号的时候 肯定会出现 到目前为止 只要你的同一IP地址下 登陆超过五个账号的话 而且五个账号都发内容 那这个问题 基本上百分百出现 除此之外呢 基本上不会出现限流问题 能出限流的问题 一般就是这种 批量的新手账号 或者呢 就是做的好的一些账号 像这种账号 之所以出现限流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平台阶段性的规则调整 就是针对某些锤类 某些领域大的流量池 做这种规则调整 这个时候 有些账号呢 就是在数据明显波动的状态下 它不做任何的改变 就会限流 当然这个不是说 一下子突然就不给你钱了 不是这样的 而是在此之前 会有一段时间的反应时间 让大家呢 针对内容呢 去进行整改 它不是说 一下子就给你扣死了 不让你做了 绝对不是这样的 很多人呢 他不重视刚开始的 这个数据反馈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刚开始你本身 这个胆价会明显下降 而且流量呢 也受到影响 这个时候 你不关注这个问题 不去看看同领域当中 粉丝量低的一些账号 都出现什么情况 那自然而然 这个平台的限制呢 就会来了 来了之后呢 当然也有解决方法 这个具体咱们后期再说 这些呢 主要还是针对新手的问题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儿 想要系统学习 这么一种朋友呢 可以了解一下 咱们的课程 课程价格呢 也不贵 一百零块钱 课程介绍就在 视频的下方 感谢大家点赞观众 咱们下期再见